好来看到艺人马凯雄呢 在二号这天和朋友搭乘机车 结果日记的友人见痛欧司机 而他们上车的画面也被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 联系给记者周宽展 谢主播艺人马凯雄与他日本籍的友人 现前在二月二号深夜十一点半 在台北市街头殴打一名机车司机 而根据目击者提供了行车记录计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打案事件发生后 马凯雄一行四个人要离开现场 我们看到身穿白色衣服身材高大的正名男子 就是涉嫌殴打司机的这个日本籍友人 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这名日本籍的男子 因为不配合搭乘机车车在后座 要系上安全带的规定 与司机发生口角 当时还带有一些酒意的他 竟然出拳殴打机车车司机的头部 倒地之后还不断用脚不断的踹打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这名机车车司机倒地后 其实没有反应动也不动 而他发现他们要离开之后立刻尾随 前方的机车车到达酒店 而警方也寻现到酒店 找出这名日本籍的男子 将他移送法办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给彭雷直播 好的 谢谢宽展 来看到我们Q日记有人痛楼司机 也被行车记录器给拍下 他们四个人上车的画面 好 谢谢宽展